好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我们在今天呢 接下来要赶快先看一个最新的 来自于立法院的消息 您知道这个苗栗的这个灯会 是进行到2月28号 那么不会再延期了 那么有民众呢 还特地跑去这个苗栗看灯会 本来还看得很开心 而且看到福袋是限量100套的呢 就很高兴的去买了 而且觉得是买到限量品 就更开心 但没有想到呢 他后来就发现 怎么这个明明说限量100套的 卖完了居然又补货了呢 根本就不是什么限量的 结果他非常的生气 那么现场我们先来交给记者林佳元 佳元 过年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买福袋 最近有一个王先生来到苗栗灯会 买悠悠卡的福袋 让他非常的开心 原本很开心 因为呢他这个上面标示 上面写说 买这个福袋呢 只有限量100套 而且售完为止 因为呢这100块钱呢 就可以买到350块 以及2000多块钱价值的悠悠卡的相关产品 但是他让他很傻眼喔 最后他拿到的是这样子一样的一个悠悠卡 这样子他说真的是100块钱喔 真的是非常不划算 来看一下王先生怎么说 是很傻眼 但最让我生气的是他 上面写说编号1到100号 然后先写 然后售完为止 但是我绕一圈回来后呢 发现他又重新补了100份 但是下台真的觉得说很生气 很火达 好不止让王先生非常生气说 拿到这个卡片呢 他觉得根本就没有价值到100块钱 而且也没有所谓的350块钱以上的 他们所说的价值 而且他也表示说呢原本说所谓的限量100套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回事 因为他走了一圈发现说 怎么剩20几套马上又补回来100套了 让他觉得说有被诈欺 而且有违反所谓的消保法的一个状况 今天消保官也说 如果有这所谓的广告不实的话 其实是会罚钱的喔 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看到有这个消费者不开心了 所以呢就到立法院去陈勤了 不过主办单位也有澄清了 说这个所谓的限量100套的福袋 是每一轮卖100套 好这是刚刚我们看到 来自立法院的一个最新现场消息 另外要插播一个讯息 是在这次纽西兰的基督城的强镇 台湾有一个理性的女学生呢 到目前为止依旧是失踪 而据了解她的弟弟人也是在纽西兰 不过她呢是在北岛的Auckland 所以是逃过一劫的 但是现在如今她依旧联络不上她的姐姐 所以家人非常非常的着急 只希望能够赶快找到姐姐的下落 刚刚收到了一个最新的讯息 刚刚我们其实谈到了 这个格达费这个人 其实是我想这个严老师 你对于她了解的多少 是不是也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呢 格达费 我大概跟她最接近的就是 我在非洲住的旅馆 是她资助的 旅馆就叫格达费 就是她送给布吉纳法所的一个旅馆 那她经常用这种小汇来买非洲国家的这个领导人的支持她 那格达费过去长期希望在中东地区有一个地位 所以她也想跟埃及合并 也想跟叙利亚合并 甚至想跟苏丹想跟查德 但最后结果她大概在十年十多年前她决定 我还是做非洲人好了 不做阿拉伯了 所以她又开始来跟在非洲 弄这个所谓的非洲合纵共和国 我们讲美国是美利坚合纵共和国 那非洲是这个非洲合纵共和国 那她就认为说 非洲事实上是没有所谓的民族国家 全部是一个部落社会 都是这个殖民国家把她弄出来的 一个一个 其实这些人的认同 比如说奈及利亚 她根本没有这个奈及利亚人的观念 他们是不同的部落 是好杀族 或者是伊波族 那利比亚本来也是三大部落区 那现在靠着她把它建立成了 结果现在看起来反而要分裂 好像应验了她所说的 非洲没有所谓的民族国家 所以这个是她长期在非洲 如果说你这个领导人愿意支持她 她肆意小会 你不支持她的呢 她就帮你的叛军 在利比亚的沙漠里头来接受训练 她训练过包括泰勒总统 现在是在海牙受审的一个国际战犯 所以她的这个方式就是希望能够建立在非洲 一个共主的地位 比较过去她长期就是因为靠抗 对抗美国 对抗欧洲 所以能够凝聚她们的这种反美的情绪 包括支持恐怖主义 飞机就是恐怖组织 他们炸掉了在洛克比 英国的洛克比机场 洛克比炸死了好多这个人 200多人 然后包括在法国航空公司 在尼日上空 在这个沙哈拉上空 也是爆炸死掉 但这一些她一开头都是非常强硬的态度 但到了2003年她开始道歉 然后甚至愿意赔偿这些家属 所以就是在2003、2004年这个时候 她的态度改变 跟美国恢复邦交 那台湾也觉得说 我们大概也可以跟她来往了 因为她已经不是那么疯狂了 那我最近看 她民众在抗争的时候 我就想起说会不会葛大费自己在想说 如果长期还是凝聚这种反美的情绪 那搞不好他们的民众 还不会对她有这么大的抗争 这么大的意见 就因为她现在已经不抗美了 不抗美的结果反而这些民众 会觉得说 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 因为民众是倾向反美 民众是倾向反美的 特别是在跟美国恢复邦交之后 美国这些西方大石油公司又进去了 对 那过去他们就 美国的 欧洲的 这个等在那里 很想进去赚钱 那这是因为美国都说要制裁 不能给他们进去 那这些利益团体 也都一直在这个做这个游说 希望能够回到利比亚 现在回去以后 当然他们赚了很多钱 可是是不是老百姓能够分道 那我觉得这个是 葛大费的一次 采取一个不反美的态度之后 的一个受害者现在 是是是 好 施承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葛大费 大家其实呢 好像很久以前就会听到葛大费 葛大费 总觉得说这个人呢 就是一个狂人 被形容为如此 而如今呢 好像很久很久 没有听到这个人的名字 突然又 怎么又突然听到他 然后甚至还有人会说 这个人原来还活着 没有错 他活得还蛮好的 大家都形容他什么怪咖疯狗 刚刚有讲过 那他呢 好像据说有个性感的 乌克兰籍户士 如影随形 跟随着他出访的时候身边带处女保镖 还有个名称叫亚马逊护卫队 他呢出国不喜欢待在饭店 虽然刚刚老师说 有个饭店叫做葛大费饭店 但是他不喜欢待在饭店 那住哪里呢 好 就算是住饭店也要住一楼 那他最喜欢自己搭帐篷 这个人真的够怪了 怪 1942年出生 然后27岁开始执政 就是27岁就跟郁琴 现在差不多年纪 那27岁 谢谢谢谢 不客气 27岁开始执政 执政了41年 今年68岁 那前一阵子他面对电视 讲了75分钟 不用讲稿 那人家叫他下台 你知道他说他什么原因 说我又不是总理 我又不是总统 有什么好下台的 因为他是强人领导 他没有关闲 他说那我下什么台 那这个人幽默 然后他就随身带着 这些叫做处女保镖 叫做我们讲 叫做亚马逊护卫队 一定要是处女 而且很漂亮 当然当晚以后 是不是处女 我就不晓得了 这是他个人的问题 然后刚刚提到 一个乌克兰护士 就这个人 看看 就这个人 漂亮吧 我相信 好美 我相信什么病 看到他就好了 所以这个原因 其实不用再探导 可是我觉得他这个也就是 听说他的小孩 也都颇好知道 都很喜欢这种粉味 然后他出国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这个金正日 出国有个习惯 就是第一个不搭飞机 第二个刚刚袁老师讲的 那个瀑布全部带回家 然后这个人的习惯呢 也怪 他搭飞机 可是不能过海 飞机不能过海 你要在内陆飞行 第二个他住的地方 刚刚说不能超过一楼 爬台阶不能超过35阶 所以他们这个 去安排他的住宿很麻烦 他有一次去法国访问 就穿那个贝都英的服装 就是刚刚这个丽老师谈到 然后呢 要接见 或是要跟这个 当地维尼往来 不在饭店 他在法国总统府前面呢 盖一个贝都英住宅 贝都英帐篷 在里面 在里面去跟人家接见 我怀疑啦 他是极度不信任人 他认为饭店里面 可能你们都不好的线 我要讲什么 你们都知道啦 我当然在这个地方 他的最大特色是 他现在 因为 因为现在人民革命的关系 所以很多包括飞机干嘛 其实都炸不起 后来有的 有的飞机就直接跳伞了 有的飞机去别的地方投城 但是他最重要 他自己个人有外籍傭兵 这是他最大的特色 可是我怀疑啦 我认为啦 这是我个人浅接 外籍傭兵说不定 也会变成他的致命伤 为什么 外籍傭兵效忠的是钱啊 不是效忠的不是格纳费啊 万一呢 我是美国哪一国说 我给你两百万美金干嘛 取那个格纳费的向上人头来 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是有可能的 那你说他狂人 也没有狂到什么 也不见得夺狂 他也会想到他的家人 最近传说的消息是说 马尔他呢 有一个10人飞机要降落 马尔他不让他降 然后呢 后来呢 传说在黎巴嫩 他有用小飞机 载了10个 他的家人要到黎巴嫩降落 然后呢 没办法降 到马尔他那个飞机 刚好就是10个人 所以就是都是被拒收 对 所以那你说他狂没有啊 他觉得情况不对 他家人要不要跑了 是 所以光琴是不是表示说 其实啊 这个国际上制裁的这个力量 或联合制裁力量 还是有效果的 那也难怪就是有人形容说 格纳费 你看他现在 好像是这个 拼命的在这边 跟大家在对抗 甚至说不惜炸油管 但是说不定 他根本已经是气数已尽 其实他现在是 班西家先沦陷嘛 然后另外就是东部的这边 那部分是沦陷的 那再加上说军队 他不如埃及穆巴拉克所掌握的 听说他只掌握5000名 正规军里面的一个核心 总共正规军有4万多名嘛 那我们要讲就是说 他的个性 刚刚大家已经讲了很多 他过去崇拜 这个纳色我之前在节目中有讲了 那毛泽东 希特勒 我认为他现在是发表演说炸油管 连他的这个老二 他的二儿子也是用恫吓人民的方式 说不惜占到最后一刻 好 流低最后一滴血 甚至玉石俱焚的这个态度 我觉得这很像是走到当初希特勒的末日一样 所以有人在探讨说他最后会给自己一颗子弹呢 还是他会怎么样收尾 我觉得还是会镇压下去 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变天的可能性很高 是因为他的这个亲信 包括之前司法部长跟最近的内政部长 整个是造反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有两个战斗机的飞行员 他们加入到反对派的这个阵营 借钱倒戈 对 借钱倒戈 所以他有变天那个局势 我觉得可能最后是一个玉石俱焚的这个情态 那我们讲他这个崇拜这个毛泽东 他还特别到中南海去见习过 那他甚至崇拜到什么地步 就是说毛泽东不是有毛雨露 后来这个我们讲的格达他 遍发什么绿皮疏 就类似像毛雨露这个形式 对应该是废雨露 他真的叫绿皮疏 就分发小册子 也是一场思想的一个游说 那我们讲说 我们小时候像玉琴讲说 像我是五年级生 我们小时候常打电视有几个 就类似像格达费啊 穆巴拉克啊 什么沙拉达特 李登峰还讲说 有人讲说他是不是要学沙拉达特等等 还有什么卡丝处 卡丝处 卡丝处最近又出来了 八十几岁了 他在凭那个埃及变天的这个事情 然后还有什么巴勒韦 我记得巴勒韦 我后来采访过程中 还是讲伟国后来接见他 然后都穿军服 那另外就是说 格达费跟台湾真的是有渊源 我们知道我们民国61年 在蒋经国 这个下令王生他组一个远鹏班 就是所谓的 很多中南美国家 非洲中东的国家 他们很多将领来这边 或者是只是校籍 位籍的军官 来到我们这边远鹏班 那见习了之后呢 回去通通升官了 那最近几个领袖 他们也来过这个远鹏班 就是这个我们手版上的 对 说外强格达费 曾经到台湾的政治学校 去读远鹏班 外交部补语 证实也没否认 对 为什么 就是说 这样是不是真有这回事 远鹏班 他最早的严格是怎么样 是那时候蒋介石 他是应邀就是去越南 派我们的人去 帮他建立所谓政战学校 他有很多国家的人 就是说 这套制度不错 就后来我们自己 成立了一个远鹏班 是王生 就是蒋经国那时候 请王生他成立的 那在复兴刚 正在学校那边 就很多这个 我听说这个孙英权 当院长的时候 他有一次出访 很多将军跟他敬礼 到中南美洲 说我是复兴刚 college 什么复兴刚college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远鹏班 那格达费之外呢 有人讲说海山 因为巴拉玛的这个诺内嘉 所以有人讲说 是不是你们这搞什么 远鹏班是培养什么毒夫 独裁者 军事狂人都是出自这个班 但是王国向来都否认 我们当然不是培养这个 独夫的这个国家嘛 但是到了这个 陈俊扁执政的时候 我特别当落下来 一个是这个联合新闻网 在06年的新闻 我们说格达费 他有七个儿子 一个女儿 那当然维基百科 常常就是前面这个爆料 有爆料到他们家族的 这就是他老二 他是伦敦政经学校的 这个学院的这个博士生 他在03年 所以就是您刚刚讲的 对 萨毅夫 有人叫萨毅夫 萨毅夫 那我们讲说 他有一个建树 就是03年 因为他自己自称是 改革派 那他03年的时候 劝他这个老爸格达费说 你不要再发展核武 跟生化武器 所以才有刚刚老师讲 就是说 他后来广为国际所接受 这是06年 他跑到我们台湾来 然后陈水扁接见他 这是他们一个留意 好我们看同一年 他到这个陈水扁不是有一次迷航之旅吗 是 就迷航迷到这个利比亚 去跟这个格达费见了一面 对 所以那时候蓝军轰得很厉害 他说 你你你 陈水扁你不想做美国的归儿子 是 那你怎么跑去做 这个格达费的归儿子了 所以叫他下台 那时候也引起一个风波 李老师 其实您今天好像也带了 不少的这个资料 希望我们可以 观众朋友更了解 就是包括格达费这个人 包括利比亚这个国家 跟台湾之间 其实也有一些渊源 可不可以谈一下 第一个我要 从1969年他革命的话 我们严格的讲 跟台湾是有关系的 1969年他革命推翻 伊德里斯国王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因为战乱期间 所以全国的通讯都断了 他能够指挥他的反对派 革命军的话 是我们驻外的国安人员 所设的电台 我们在外都有设电台 我们的电台是借他通讯的 这个几乎是我们所有国家的人 都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格达费革命成功 跟台湾是有一点关系 所以他在革命之后 一直对台湾是很好 大家不要忘记 他1971年承认中共的时候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提出 双重承认的国家 只是我们也不能接受 大陆也不能接受 他也没叫我们撤管 所以总而言之 1971年就说要跟大陆建交 一直拖到1978年 大陆才在那边设大使馆 这期间的话 我们的大使馆 当然也是在慢慢的运作 最后还是变成了 一个叫中华民国 立比亚这个代表处 多年来呢 当然这个有一些运作 然后在张校园部长的时候 他认为这个没有他的价值 因为当时美国正在 给立比亚做一些 这个政治经济的制裁 所以我们比较走清美的路线 所以张校园认为 是没有这个必要 后来就停了 在阿扁上来以后 是上一次讲的 这个什么迷航之礼 见过塞一夫来台湾访问 结果做的认为是不错 所以那个机场 也让他降落加油 然后我们就开始恢复了 我们的现在所谓的 助立比亚的代表处 所以现在我们代表处 应该这两天的话 那那个代表人员会撤回来 是 无论如何 这也是个暂时的 所以他在远鹏班的话 我这边也给大家参考一下 阿拉伯人啊 他虽然是利比亚人啊 他是在这里 是没有中山装的 是因为是格达费 你看他 他既然穿的是一个中山装啊 老师这是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不是不是远鹏班 是他回去以后 就是酷爱 酷爱这个中山装的 对啊 他还是信三民主义的呢 对啊 所以他这个对台湾是 一直是蛮友好的 阿拉伯人不会穿这个 这个是那个中山装 他怎么可能穿 对 那这个 我跟大家介绍的话 这是格达费住的 帐篷 贝都因帐篷 对 因为他来自于贝都因 所以他也住习惯这种的房子 平良心讲 这我们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我又要比喻我们系上的老师 他从沙特阿拉伯来台北 他还带了两个帐篷来 一个在他的宿舍里 老师来台也住帐篷 对 因为他认为只有在这里 他住的习惯 当然 那接见外宾的话 他也是在这里面 就是接见外宾了 所以接见外宾 他自己临时他的 所以不会有窃听 不会有什么 他认为这个非常的安全 当然这是格达费 这个是格达费 对 他认为是非常安全 无论他到法国 美国在哪里 他的保镖有四十日贴身四位 还带了四百人的 几家七十七这么载过去 但是最后 订了离馆 他通通是不住的 他一定要住帐篷 还要 时间久的话 他还要带一只骆驼 为什么 因为阿拉伯人的习惯 是早餐一定要喝骆驼奶 今天才有精神 骆驼奶你也讲呀 也可以带去呀 为什么要带只骆驼去呢 因为他献挤的 新鲜的 献挤阿拉伯人喝的骆驼奶 那个骆驼奶挤在这个杯子上 对呀 然后会有毛 那你看了不敢喝 然后就把毛这样一甩掉 他们就马上就喝 然后就配他们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饼 他这样子就可以过一餐 这个是他们的习惯呢 所以他来自于沙漠 他就过贯沙漠的生活 我有很大疑问 我对不起我插一下 我怀疑格拉费 看着三民主义是不是盗版的 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没有教他用战机杀自己的人民 怎么会他会信仰三民主义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 对待自己的人民 这很奇怪 他思想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待会我们再聊一下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个最新的现场消息 是陈云林 他今天下午到男子加工区 那么被问到 早上有抗争的群众企图 要对他挥拳 那他有没有吓到呢 结果他笑笑的说不会 好我们现在连线给记者吴明山 好主播各位观众 海贼会长陈云林 今天第一次来到高雄 不过在高铁车站的时候 遭到民众近距离的推辑 不过海贼会长陈云林是说 他不会受到心情影响 我们来看下邵之前的访问 会长会长 你刚刚在高铁的时候 很多人围着你来 都没吓掉啊 不会啊 那南台湾的人感觉怎么样啊 陈云林说他的心情 不会受到影响 不过他今天晚上 在下榻在高雄酒店的时候 也有呛吓民生说 要在这个他下榻的酒店附近 要对他表示抗议哦 那我们会随时对你 带来最新的插播连线 以上就是目前现场最新状况 将镜头交换给风内出播 陈云林显然他难下到高雄去 他应该早有心理准备了 那么面对群众的抗议 甚至要挥拳 他完全没有被吓到 还笑笑的跟记者做了回答 待我回来